歡迎收看全民最大檔 好 歡迎來全民最大檔 我們今天討論 陸委會拍廣告迎接觀光客 但是被香港人罵出屬 這個誤會就大了 哪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廣告的創意 還是說它有什麼樣的意思 但是如果有得罪到 其他人家的文化 那是我們只能說抱歉 因為我們沒有要唸成 我們是廣告 太可笑了 這個葉宜君你來講講 我覺得你剛剛說什麼創意 不好意思 能不能讓我們先講 你要鋪就鋪久一點 你要先講是不是 好啦讓你講一下 鋪在那個圓筒上面鋪筒少女 你先講一下 不是啦 因為我們 我起來講 是因為這樣子的 你應該堅持原創部的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要這樣 我們兩個要一起講才可以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次很榮幸 帶著這個陸委會 他們拍的這個宣傳的廣告 網路上的影片的男女 兩位主角 那因為是這樣 欸 起來了 欸 你自己搬沙發喔 你在這邊睡著 你還喝飲料 我就在垃圾桶 起來了啦 太舒服了是不是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你把那帽子打凹下去 反而比較好看 我覺得這個事情上呢 香港的這個朋友們 這個小提大助了 太小氣了啦 因為我們也沒有惡意啊 就是你們怎麼這麼沒有幽默感呢 好啦 你不要生氣啦 你看PoGuy在香港真的是不好聽的話 但我們不是叫PoGuy啊 我們是叫PoGuy 我妹妹也叫PoGuy 你有沒有聽過一首歌 看過一個MV 什麼MV 印度Michael 我知道啊 一個喔 會不會唱 是不是聽起來怪怪的啊 不會啊 女生不好聽吧 因為很多男孩子看到我就印啊 蛤 我說在網路上看到我 他們都會回應我 就會給我很多回應啊 回應 回應電腦 對啊 我覺得還有 那個什麼 那個是在印度 沒有那個我們髒話的意思 幽默感就好了嘛 我們就應該要尊重人家的文化 我們聽了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我們覺得很好笑 對不對 對啊 印啊...有什麼關係呢 好 那我問你 如果你真的要這麼計較的話 如果我愛你啦 那你就是我的什麼人 愛人 對啊 你知道 愛人在日文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小三的意思 不好啊 對啊 那我那個... 小馬哥喔 他前幾天搞了一個那個國旗法 很有意思 很有創意 那這個你可以怎麼說他 小馬哥你好酷手喔 那日文就完蛋了 酷手在日文就是大便的意思 小馬哥你大便喔 真的假的啊 你就會被捶耶 太嚴重了 那我再問你啦 我們台灣現在生育率這麼低 對不對 那大家都希望說 大家能夠早生櫃子 多指多孫嘛 我知道 過年都會貼什麼 金玉滿堂 完了 你知道金玉在日文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 你講啊 就是那個... 你講啊 我不敢講 還是用比的 用比的比較怪啦 就是LPR 對啊 你講講看 日本人如果來看到貼金玉滿堂 對不對 你們全家都是 那多恐怖的畫面 對啊 牆上人家講 家徒勢弊 就是家批勢弊 你知道嗎 所以不可能啊 那日本人來到台灣 有沒有看到你們好噁心 也不會啊 他們一樣很喜歡來台灣觀光啊 然後他們還甚至 跟我們台灣很友善 他們還會在那個什麼 我們去日本觀光就免簽證啊 所以我覺得是 要尊重對方的文化嘛 對嘛 我們這個鋪接的鋪的意思 其實是趴在地上的意思 像我們剛剛趴了 我們也影響你嗎 也沒有啊 但是我們年輕人愛玩嘛 而且台灣很自由 你想在哪兒趴就... 你人想要趴在哪裡 就趴在哪裡 對不對 是不是聽起來 你人趴在這裡 你人趴在那兒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沒問題 大家不要講太多 來 我們趕快回剛剛的位子 拿來 趕快趴下去啊 好 這個剛趴下去會撐得比較久啦 應該可以撐得完 這個葉宜金講完話 那我現在可以罵了嗎 可以 你講講看 眼會撲好不好 有種你們不該 叫給我撲到底啦 我想今天你們剛剛也說了 很多語言喔 在人家眼中看起來 就不是那個意思嘛 譬如說現在 如果我對大家喊 比這樣的手勢 對我們來說這是什麼 勝利 有沒有 很開心 可是如果你去希臘 你這樣比比看 你馬上就被人家扁 被人家揍 因為那就是侮辱 侵蝕人家的意思嘛 你今天這個影片 是要拍給誰看 拍給香港的朋友看 要刺激有的觀光啊 那你當然要看看 人家看起來是什麼意思啊 我覺得喔馬英九喔 你們國民黨水準真的很差啦 先講看當初這個吳敦義有沒有 質詢的時候 他不是連講了三個 媽的 媽的 媽的嗎 他又硬要說 媽的不是罵人的髒話 是一個花語詞啦 然後呢現在呢 你們又要說 撲街就是一種趣味啊 搞笑啊 你搞笑人家不笑嘛 那以後我要不要說 我媽媽的馬總統 一路撲該去吹票呢 這樣能聽嗎 馬英九 你跟吳敦義 要不要一起去撲街呢 表現你們的創意 表現你們的大方 表現你們的這種苦手嘛 我覺得喔真的很可笑啦 而且還丟臉丟到國外去了啦 事的啦 吼 這個 妳以為是這個意思啦 但是不是迎接香港人 我們所有的那個觀光客都迎接 但是我以前也有說什麼 嚕娘叫好 有沒有也是被改成啊 我自己就口語話 喝辣湯咖喉 就把它改掉了 我們盡量不要讓人家誤會 也不要讓鋪接少女鋪太久 什麼 我們的單元來不及準備了 那這個鋪接 怎麼樣 撐得住了 可以啦 自己願意要搖也可以 搖牙也要撐下去 鋪下去 來 我們看一下阿虹之神 阿虹啊 我慘了 我比我黑色色怎麼會這樣 我就黑耶 阿虹之神 你比我比較黑 你黑罵罵罵 是黑三個月啦 你真是跟誰說話啦 等我還沒來 他很黑 我很白 我在旁邊很白 你還要去比 你還要比就知道嗎 這麼白 你可以跟我這張三白是會比嗎 哼 好久喔 妳是怎樣 妳這張是派給我 Cue了啦 不是 我擋了 我們接下來歡迎大家來唱一下 我是阿虹 我是小姑子的愛玉 今天要跟所有的聽眾朋友 要來關注這張報道大事 就是說這個陸委會 找這個鋪接的一種笑路 來拍這個觀光短片 介紹的是 阿虹啊 音樂啦 阿虹 請來聽這張比喻 郭敏董啊 假的 沒台沒錢 還在找這個鋪接少女 拍這個觀光短片 結果呢 叫鄉邦去旁邊 說什麼 我們還要說出話啦 來迎接這個客人啦 欸 阿虹啊 拜託 這代表我們台灣文化的自由啊 自你一個賤啦 我自由啊 這樣不太太自由了 人家說 哎唷 我要問好你媽媽 說叫你 叫你死的路邊啊 說叫你死無重心之地 你這樣就鬆了嗎 這樣感覺鬆不起來咧 不然改做清階還是趴階 對啊 就改一個嘛 不要拍聽對不對 那鋪接本來就是叫趴階啦 是因為要一些那種鋪接送流 這種行為 慢慢改做變做趴階啦 知道嗎 不過知道了 鋪接就鋪接啊 跟阿虹啊有什麼關係啊 跟阿虹沒關係 阿虹啊這種東西就是在畫原地的 英國北部的那個地方啦 當初會鋪接少女喔 但是他們沒有我們台灣這麼厲害啦 因為我們台灣的鋪接少女 要把它發揚光大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鋪接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開始說 阿虹啊如果沒有畫面這種東西 我們就不會有鋪接少女了 如果沒有鋪接少女 我們就不會叫現在拍觀光短片了 鋪接一張說是 阿虹啊 英明了啦 沒錯 這人就聽眾人的口音啦 阿虹 其實你好 阿虹 你也太小題大作了吧 什麼小題大作 他說你是大人呢 說你呢 說你走路的要讓你討改呢 讓你恨死街頭呢 這種事情又沒有鋪接到 小題大作 什麼叫做小題大作 還不叫你放在那裡 那才是小題大 才有鋪接到嗎 對不對 素群可大 可小 阿虹 阿虹 你好 阿虹 郭民東去這個公歌 明明就很有創意 創意是又堅啦 有什麼創意 你看下去 我完全看不下去 他就叫兩個人 在那裡鋪在那頭上 另外 那個爪性格就給他 在那裡鋪在那裡 你看得下去喔 這樣叫創意喔 你也看得到一家卡拉斯有沒有 一家卡拉斯 來 阿虹 你好 阿虹 最近也加入那個鋪接少女 你要拿來鋪一下嗎 我這樣鋪一下 我幾歲要這樣鋪一下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種鋪這東西 到底好看在什麼地方 對不對 我鋪看看對不對 你把一個地方鋪起來 這樣鋪一下 這樣鋪一下 這樣 你覺得什麼樣子 我還要是鋪起來 對不對 我還要不太好 不然你鋪看看 真的 很鬆啊 對啊 你看一看 你鋪看看 你鋪 你鋪看看 你看 你看 我覺得不錯 你這樣鋪接下去 我還要太聽了 我還要鋪 鋪 鋪進立冠軍 我鋪到了 我鋪起來了 走啦 好啦 扭一下 扭一下 你優不好 你是鋪到還是鋪到 鋪到吃鋪到啦 阿鑽啦 這沒台沒錢 跟我們兩個不一樣 又是未來要鋪 還要吃這麼阿虹 我們三天也有完 對不對 對達先生 你去講講話 在高雄有人在後車 放一個北條花的雞手 想要走路邊 叫下道路人耶 怎麼呢 這都是 告密道的音樂啊 各位親愛的聽說話 聽說今天是這個 萬順時啦 對 這個有現在少年 今天提早了 就開始要慶祝什麼 萬壽趴啦 又說什麼 不給堂就搗蛋啦 對啦 好 人家裡面的路上 都是整個嚇到嚇到耶 這樣喔 對啊 一直嚇到 我還要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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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慶祝 我還要慶祝 我還要慶祝 在後車上放一個雞手 雞手上 還要慶祝 要慶祝 要慶祝 結果 沒有慶祝 要慶祝 結果慶祝 是一些路邊的人 那路邊的人看 說我慶祝 要慶祝 結果還要去報警察 那警察 你不要聽 這警察 一看 你怎麼會 你… 阿姨啊 你把兩隻搶在家裡 在家裡好嗎 起來 起來 很喝酒 馬虎 你跟小孩說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出去 這是什麼人啊… 你要怕死嗎 一座道具人 他叫馬克 馬克喔 你為什麼要來啊 誰漂亮而已 你怕死嗎 電台這樣比這個有的無的 我怎麼說得對 對 你說什麼 嚇到路邊的人 警察來 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警察抓著 警察抓著 把這車好了 原來是惡作劇 都是那些噪音 不知道 聽說萬聖姐姐 要把她弄走 對 趕快啊 他快跟警察說 警察伯伯 你也太沒有幽默感了吧 對不對 這樣子的玩笑也開不起來 我真的想不到 現在的小孩 頭部都在想什麼事 我感覺 有些時候是五歲啦 像我之前露宴的時候 我扮成鬼 結果我出去的時候 我忘記卸妝了 就嚇到很多路人了耶 都被你包圍喔 對啊 一直看... 然後一直... 嚇到啦 嚇到啦 你不用這麼飛氣啊 你怎麼扮成鬼啦 你卸妝料就變鬼啊 對不對 那陸佩人 你怎麼扮成鬼啊 你怎麼扮成鬼啊 有啊 正常偶爾嚇到沒有 但是我會來 不要急 年齊主人都沒有鬼 一直回來了 不要啦 怎麼回來了 奇怪了 奇怪了而已 對不對 不過這個跟郭敏東有什麼關係 跟郭敏東沒有關係 郭敏東就實在有夠無聊 對不對 是你剛才說這個 無創意的問題 這麼正常 如果無聊的話 我們剛才拍到頭 我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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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就是我雞頭髒 郭敏東 是一個最無聊 又最無妖魔感的建築 所以我這一切都是 郭敏東的影迷啦 問題的 後面的影迷就是 阿紅之聲的感恩樂啦 可以... 我最近聽到一個笑話 我說給你聽 你用看看 我想要用這個 看一部電影要五十塊 如果看三部電影要多少錢 五十塊 因為三部五十 拜託耶 這對我阿嬤知道的 我大爸爸 現在還在拿車在那裡問我 拜託耶 一頂就沒有進步了 記住耶 三種的幽默感 還給人破壞 老闆 笑 笑